原标题,第一批中年少女vs中年少男已经上线,你中了几条? 本文写自称是画报微信公众号,CIDYCINERD,SITZINE最近,又一个字火了,中年少女这个新鲜名词用于女孩子们形容自己虽然是少女的年龄,但日常生活习惯已经出现出老症状。 上微博博主柚子多周为中年少女提炼出了六大特征,无数妹子表示中枪。 少女出老,表现力与杀伤力究竟有多猛?往下看,男性小伙伴也要看,懂多点坑少点。 喜欢粉色据说粉色是磁激素的象征,磁性激素水平低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喜欢一切粉嫩粉嫩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年纪小一点时女孩子们喜欢黑白灰,而到了一定年纪后开始少女心不萌,疯狂地追求一切粉色的单品。 脱发调发中年少女们能做到脱贫脱单的不多,但能做到脱发的,却不少好好的一个夸戚少女,怎么说秃就秃呢? 精致地调发女孩们,无忧意无惧,唯怕洗头掉毛。 爱逛淘宝中年少女们没时间也没心情逛街。 一切购物,能用淘宝解决都坚决不去实体店。 她们日常逛淘宝,收藏累积百家淘宝店铺,绝不错过任何店铺上新的机会。 猎尖乏来这是中年少女闺蜜间最常说的一句话。 开始养生老阿姨们都已经开始养生了,红枣枸杞是零食,保温杯不离手,家戎秋裤倒在身。 以前蹦迪都是吞香水,现在开始变成抹风油膏,蹦着蹦着还要出来一个暖宝宝通宵。 不存在的。 开始认真护服中年少女们以前为青春头烦恼,现在又开始为小戏文惆怅了。 因为害怕变老变愁,老阿姨们开始兢兢业业的认真护服。 毕竟,保持好看才能守住尊严呢。 爱吃瓜子和橘子以前最嫌弃瓜子和橘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吃这两样。 现在这两样却是中年少女们的刷剧必备。 吃完感觉脸都要干死了,却还是停不下来。 上火。 吃完再说。 买东西开始注重品质了年少不懂事买了一堆杂七杂八的便宜货。 当年花冤枉的钱都用来攒经验了,如今买东西开始更追求有质感了。 尤其是衣服,贵就贵点吧,穿出去可一定要显得高端精致点。 开始喜欢金首饰以前觉得金首饰贼土,现在莫名其妙开始能欣赏金首饰。 要是有钱的话,还想买个系的金链子带一带呢? 好看的前提是要舒服以前冬天还想着要穿假陋西裙群洋气洋气,或是为了好看穿一些不太舒服的衣服,或是不带美中不见人。 现在嘛,好看的前提是一定要舒服。 不够舒服的衣服,再好看,也不穿。 我都写下隐形眼镜们还喊我下楼。 算了算了,直接睁眼瞎出去吧。 一放假哪里也不想去了平时上班日要出门,出门就意味着还要偶尔化妆,就算是佛系化妆吧,也得像魔像样图几下,晚上回家累开了还得卸妆。 好不容易从周一熬到周五,一到放假中年少女们哪也不想去,就想宅在家里。 窗帘一拉,睡睡觉看看电影刷刷剧帆方书玩玩手机,多美好啊。 懒得结交新朋友中年少女们认识新朋友的速度与几率逐渐顿化。 懒得结交新朋友,懒得从头到尾交代自己的人生。 有几个能抱团取暖的闺蜜以及几个能随时说段字的男生机友,够了够了。 习惯单身中年少女们要么是已经嫁做人妇,要么就是习惯性单身。 偶尔会想要仨个交谈谈恋爱,但大部分时候都习惯了自由自在又无牵无挂的单身生活。 与中年少女而言,心动越来越稀少了。 男生朋友们若想跟怕麻烦的中年少女谈恋爱,那可一定要姐姐不要磨鸡不要长时间暧昧不要事儿吗? 火候坠了,就严谨一概干脆直接表明爱意。 想赚钱比起脱单,中年少女们更想要的是脱贫。 对他们来说,赚钱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情,尤其是可以尽兴花自己赚的钱,买想买的东西。 何以解忧? 唯有报复。 喜欢填文中文试问,哪个少女没有年轻时躲在被我被言情小说惹哭过? 现在年纪稍微大了那么一丢丢,对现实开始有了新认识。 孤寡空巢单身少女们再也不喜欢那种虐得死去活来悲伤逆流成河的文章了。 爱,只爱填文软文皱文了。 尤其最近特别火的小美好那个江辰简直是要了一群老阿姨们的小命呢。 一边抗拒一边露出一幕般的微笑,就问你有没有。 想和小仙咒恋爱新一代的中年少女恋爱标准不再是小萝莉K大叔了, 而是小仙女配小鲜肉。 以前喜欢大叔,觉得有安全感。 后来,发现年纪大的男生都太懂恋爱套路了。 不如和易阳千玺那样的小仙咒们谈温柔治愈系的小恋爱。 真想拍拍那些美好小仙咒们的头, 丝毫不羞耻地说,快点长大,来和姐姐恋爱呢。 若想撩中年少女,男生们可千万不要玩千篇一律的套路。 谨记,足够真诚足够走心才能打动早已看破套路的中年少女们。 以上十五点已被戳中了几点。 祝各位中年少女们今年冬日无忧爱人围绕一夜暴富中年少女火了口, 没想到还找到了别人有好多申请加入讨论的男性小伙伴和关外男性小伙伴的女性小伙伴。 我们不能无视中年少男的振臂高呼。 看看这些虽然是少男的年龄, 但日常生活习惯已经出现出老症状的男生, 也有些特别窝。 往下看, 女性小伙伴也要看她, 知己知己百战百胜。 穷中年少男们已经经济独立了, 但距离经济自由还遥远着呢。 她们要么是在捉襟见肘的海房带车带, 要么就是在为房子车子默默攒钱。 很喜欢的球鞋, 看了很多便夜没舍得买。 每到月底, 感觉自己穷到要爆炸, 尤其是花飞账单日。 这个囊中羞涩的年纪, 中年少男们压力不少。 找对象开始考虑是否适合结婚男孩们在少男的时候, 找对象, 只看脸。 现在年纪大一些, 除了看脸看身材还看性格好不好相处。 毕竟现在谈恋爱不仅仅考虑风花雪月了, 若真的合适, 就会考虑结婚了。 发气现炎后在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成为热点的时候, 中年少男们感觉到了压力。 她们要么是真的已经在藏绝人寰的脱发, 要么就是在隐隐担心自己发气现在不断扣移。 假如真的在头顶收获了一片地中海, 那可让人多难过呀。 喜欢听老歌正如搞不懂为什么现在很多女孩子喜欢小鲜肉一样, 中年少男们搞不懂为什么现在有的新歌并不好听却特别火热。 中年少男们喜欢听老歌, 越听越觉得经典好听。 到了KTV, 唱来唱去也就是那么几首老歌。 KTV热门点播台行榜。 听都没听过, 怎么唱? 不自觉长胖中年少男们的身体新陈代谢能力没之前好了。 她们吃的可能没之前多, 但却不自觉长胖了。 且这种长胖趋势蓬勃向上发展。 一些中年少男们已经开始为了一直发福勤快的去健身房, 还有一些中年少男们则是边抚摸着小腹上的坠肉, 边神情忧伤地读这篇稿。 开始想买皮局正如中年少女到了年纪就能欣赏金首饰一样, 中年少男们开始喜欢皮的物件。 比如皮鞋、皮钱包、皮手表带等。 皮的东西一般都要很贵, 才能有高级感和尊贵感。 新年本来想买一套皮的过冬, 但看来看去太贵了, 还是买了休闲款。 不再爱吃零食和饮料中年少男们不再爱买零食, 也不再爱喝饮料。 以前买零食的钱, 都用来了买香烟。 以前爱喝可乐分打等, 现在更喜欢喝茶。 没有茶, 凉白开也可以。 开始养生护肤中年少男们也开始怕老怕丑怕猝死了。 看到女孩子们那么认真涂眼霜敷面膜, 中年少男们也会注意养养生做做保健, 偶尔想起来了也会扶张脸膜安慰安慰自己。 可可, 这个保健是正儿八经的保健, 比如捏脚、 把火罐、 汗蒸等, 毕竟, 媳妇都还没找到, 不能太丑呢。 身体体能没之前好了中年少男们的身体体能明显没之前那么好了, 他们从场上的运动员华力转变为电视机前的拉拉队员, 打一次篮球要协议整个周。 现在打球最怕年轻中学生, 他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 没以前矫情的年纪大了, 心理素质也好了。 中年少男们已经告别了为父亲慈强说仇的阶段。 当然, 不再那么矫情了, 也不再那么容易快乐了。 他们看淡了很多, 也看破了很多。 不再为人际关系费神很多, 但他们每天过得匆忙又焦虑。 每天都有很多事要做, 但也不想做, 脱到最后又不得不做。 买衣服以好搭为主中年少男们曾经向往潮流, 追求流行。 以前会买一些现在看来特别奇怪的物件, 比如两只颜色不一样的鞋子, 荧光绿的卫衣等。 笔者住, 没有恶意针对这两件单品哈哈哈哈。 现在他们审美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就算不能搭出潮流版, 也知道入手一些怎么搭配也不会出错的衣服。 哦对了, 他们和中年少女一样, 也不爱逛街。 他们爱在淘宝买电子产品和日常小东西, 但不怎么喜欢在淘宝买衣服。 只有实在没衣服穿了, 才会滚去实体店溜几圈。 初恋结婚了有的中年少男们已经不如婚姻殿堂了, 甚至已经起当爹了, 但他们自认为自己还是个大男孩。 还有些中年少男们暂时未脱单或是未有结婚计划, 他们就默默看着自己的兄弟慢慢步入婚姻生活, 以便真诚祝福, 以便忧心忡忡, 这小子这么不靠谱, 怎么就这么快结婚了呢? 不过最扎心的是, 自己还单身, 初恋已经嫁做人妇, 甚至已经成了孩子的妈妈了。 不太爱在社交工具发动太了沉稳的中年少男们不再爱在社交工具上直播自己的日常了。 他们发的朋友圈要么是因为工作需要, 要么是真的特别感触, 要么就是发些没有什么情绪无关痛痒的文字。 以前在朋友圈商春悲休的少年, 早就不见了。 拥有几个知根知底的兄弟与中年少男而言, 流水的女朋友, 铁打的兄弟。 可能女友换了一波又一波, 但玩得好的兄弟总是固定那么一两个。 他们彼此知道彼此的青春就是, 深刻了解对方的脾性。 其中一方结婚, 最怕的就是另一方在婚礼上喝多了乱说话哈哈哈哈哈哈。 开始懂得父母不理的年少时候不懂事, 总是跟父母对着干, 看你又任性。 现在成年了, 懂得为人父母的不义了。 中年少男们开始变得体贴父母, 尽管他们不善言辞不擅长表达, 但父母的辛苦付出以及要好好孝解父母, 这些他们都懂。 正扎在创业边缘中年少男们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年纪。 他们要么已经在无比辛苦地自己创业, 要么是在边打工边等待创业时机。 他们迫切地想要赚多点钱。 自己创业需要钱、资源、人买、商机, 这每一样都让中年少男们皱眉。 以上十六点你被戳中了几点。 祝各位中年少男们工作顺利大吉大利远离由你 你是中年少女中年少男吗? 你觉得中年少女中年少男还有哪些特征? 快快写留言聊聊。 城市话报微信编辑 立下插画作者 Illionary Arose Uki Me and 十二被戳中两条级以上的戳下大目。